您好,欢迎收看今天的台电报道 台电公司破天荒的举办了68年来第一次的美展活动 由员工及退休同仁共同参与 争选项目有书法、国画、水彩、摄影等四类 希望借由活动推广艺术、提升人文气息 得奖作品将从3月24号到4月18号在台电总处大楼展出 欢迎民众播空参观 台电68年来首次的美展开幕仪式 4月2号在总处大厅隆重接幕 当天还邀请李明一起来共襄盛举 展出项目有书法、国画、水彩画、摄影等四类得奖作品 除拉近与居民的距离 也增加以技术挂帅的员工亲近亦文领域的机会 台电公司首次透过艺术呈现员工长期默默耕耘背后的人文底蕴 民众可透过精彩丰富的作品 看见台电人的汗水与光明、使命与骄傲 一般对台电人的印象就是爬电感 但台湾的光明其实是由一群不同工作岗位的无名英雄共同守护的 如果您想要更认识台电人的工作样貌 欢迎在4月18号之前来台电总管理处大厅走一遭 林佳慧、张志荣台北报道 这里是台电影音网 感谢您今天的收看 我们下次见